警察雙載跑給警察追 其中騎士還沒有帶安全帽 過了路口還囂張對警車丟垃圾 沒多久後就被攔下 這名22歲成型男子凌晨夜遊 卻因為改裝機車被警方盯上 但誇張的不止他 笑著笑著違規還是得面對 跟朋友出門吃搜夜 同樣改裝排氣管被抓 光是一天就被攔殺兩次 十九歲騎士則是騎改裝車進新民隧道 一停車線趕緊問要罰多少錢 明知道違規卻僥幸上路 為了新市鎮居民的安寧 新北市警方進入淡水的民權路口 依依藍查可疑車輛 看見疑似違規拿起手電筒 東照西照 就是要找排氣管上的檢驗合格標章 發現違規遠景不能扣車 只能喊請環保局開罰 但別以為這樣就沒事 就算排氣管合格 經過科技執法路段 故意催油門 噪音超標還是有罰則 而這一晚不僅找到改裝車 還有騎士明目張膽的 直接怕車牌感冒 替他戴上口罩 這也是台北市進入淡水的 主要幹到當時警方 就在這裡設立了一個藍間點 針對標車的民眾 做了第一層的把關 而到了新市鎮的外圍 同樣是標車的熱區 警方同樣是射點守望 共有兩層的把關 不讓標車組影響到民眾 但是新市鎮近幾年 蓋了不少大樓 大多都是住宅區 在新市二路上 筆直路段也成了標車組的最愛 還有騎士見到遠景 故意轉到油門 發出噪音挑釁 光是暑假這兩個月 但是警方取地改裝噪音車 近500件 超速超過1200件 而無照駕駛 跟煤單全貌也不在少數 層才藍茶 只希望還給住戶平靜的夜晚 TV新聞最後報導